苏贞昌的小case,用王小波228杀2万人小case标准,检视民进党政府台湾新冠肺炎防疫神话 分享,5月29,2022,苏贞昌说要查办关于一人郭艳君很多孩子都离开了的类谣言,各界质疑难道死得不够多? 让我想起王小波228事件受难人数是小case风波,当年苏贞昌明明说每个人都是妈妈的孩子,对人命只用数字来看,对这样的人不知如何来谈云云,为何现在大变? 是因为当年苏贞昌是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而现在是行政院长,一旦执政后,人民死亡对统治者就只是统计数字,图片说明,各媒体报道,郭艳君称很多孩子都走了苏贞昌,假消息就责查办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冠肺炎以来,台湾关于死亡人数无所不在的类王小波逻辑,当年王小波说的话如下,蒋介石杀反对者不是从台湾开始的,蒋在大陆清党杀反对者40多万人,国民党在台湾228事件只杀2万人 相较之下228事件受难人数是小Ks,到了新冠肺炎,无论是去年5、6月华航诺夫特案群聚事件集3加11造成数百人死亡,从沉石中到苏贞昌都不承认是疫情破口,支持民进党政府的媒体也不断强调外国死得更多,跟小Ks逻辑,如出一彻 但我也没看到任何一个当年痛批王小波的人出来批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到今天,根据苏贞昌面对记者问达竹自告,当记者问一人郭彦均发文说很多孩子离开了,引发网军攻击,外界质疑政府有没有相关责任? 苏达这种不实的谣言,内容相近,类似,都有相近的团体,有很明显的操作痕迹,非常不法,不宜,同时对于辛苦的防疫工作,同仁,非常的不尊重,并且引起社会恐慌,大可不必,我们会加以究责查办 同时也希望国人同胞大家不要相信假讯息,也不要乱传未经查证的讯息,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更强调可依法开罚300万元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意,刑事局说不排除约谈一人郭彦均等人道案说明,这样行同指责货类查办一人郭彦均的行径,被舆认为是苏贞昌一个月一死十个孩子,嫌不够多 与此,对照当年小KS逻辑,苏贞昌终于变成他当年最讨厌的人了,而当年讨论228的时候,前行政院长郝伯村在2012年2月21日投书联合报正式中学史蒂克本认为 三名出版的普通高中历史第一册关于228据估算,死亡的台湾民众超过万人的说法不实,郝伯村指出 1990年,我任行政院长,特请施启阳副院长,主持228事件专案小组,其能公正定位此一历史悲剧 此外,我并请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却查当时非正常死亡及失踪人数,为500余人,一律是同228受难者,予以抚慰补偶 后来又从宽认定,且一再放宽期限,接受抚慰,每明星台币600万元,人为1000人左右 郝伯村坚持死亡超过万人的说法不如他和定千人补偿的人数真实,那这所谓据估算 死亡的台湾民众超过万人的说法从何而来,关于228的死亡人数推估,其中有一种算法就是用人口资料所做 例如李乔在埋冤1947埋冤以1947年实际的死亡人数为114192人,相对于线性回归推算的死亡人数95046人,多出了19146人 计入正负误差500人的范围后,李乔得出228事件的死亡人数,应该在1844619646人之间的结论 这也是普遍被原用的数字,主,如果用这种超额死亡的概念来看待目前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去年的染疫死亡人数为843人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公卫博士,国防医学院公卫系教授驻年峰表示去年死亡人数比前年多出1576人 图片说明,美国哈佛大学公卫博士,国防医学院公卫系教授驻年峰表示事实上早在这波疫情之前,台湾就有不寻常的超额死亡现象 图片取自Amy Prime重症之死率近8成,学者曝,去年就有超额死亡新新闻,若用228标准 难怪学者纷纷质疑究竟这其中是否暗藏着与疫情或接种疫苗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死亡黑数,确实值得探讨 而最荒谬的是,满口转型正义的民进党政府,从蔡英文到苏贞昌,面对228的时候是一种嘴脸 就当王小波小KS之论出现后,苏贞昌说每个人都是妈妈的孩子 但在新冠疫情与病毒共存的新台湾模式淫威下,苏贞昌却变脸了 还有,前副总统陈建仁说台湾稳健防疫疾病致死率0.04%多国中最低 加入民进党的前副总统陈建仁确定这个致死率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 当年郝博村对于228死亡人数以政府认定补偿的人数为准 显然前副总统陈建仁计算COVID-19致死率的算法也是以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为准 没有像228研究一样以超额死亡来计算 综上,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为了执政与权利,是不是变得跟228时代的国民党越来越像了? Blackjack 2022年5月29日,驻,参照林一轩,仲探228事件死亡人数,性别死亡比例的推估,研讨会出稿 1,李乔的线性回归估计,Lost visited at 2022年5月29日 郭彦军称很多孩子都走了苏贞昌,假消息丘责查办 2022年5月28日9点32分联合报记者夜关于美台北及时报道 一人郭彦军